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在Mac的电脑上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安装这个Mac的套件管理程式 还有Git跟GCC 然后最后我们讲一下Visual Studio Code 怎么样去编写程式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范例是从Github上面 建立一个Reposit 然后我们从上面呢就clone下来 编写完成式之后把它push回去 这一整套流程来用一个范例来介绍 好那在 这边呢我们要先装BREW这个套件管理程式 那他是在Mac上面很常用的一个套件管理 好那首先呢我们用Google来查一下 How to install BREW BREW on Mac 好那各位可以参考这个连结 上面有一些说明 好那各位看这个参考页面上面 他这边有installBREW的这个做法 那这一整个指令呢 各位就按这个 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之后呢 开中断机 好那在中断机里面 我们再加目录 其实在哪个目录都可以 你只要把它贴上去 然后按Enter 这时候他会问你 登录你电脑的这个密码 那你就把你的密码打上去 在Linux底下 跟这个Mac底下的中断机 你打密码不会动 这是正常 因为他 为了要避免人家从后面 附近的猜测你 大概有几个 有几个致源的这个密码长度 好那他会停在这边 问你说你是不是要继续 如果要继续的话就按Enter 那如果没有你要中断掉 你就按这个任何键 除了Enter 或者是Return之外的其他键 好那我们按Enter之后他开始去 寻找然后分析 然后并且开始安装 好那在 这个各位看到的画面呢 我这边是因为之前有安装过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很快就结束了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 安装的 那他会去下载很多档案 然后呢并且进行进行安装 好那出现这个Installation Successful 代表他已经安装成功 那这个呢是针对这个BREW的 那为什么要 装这个BREW 因为我们后面要装GIT 然后要安装GCC 所以我们就来用BREIT 我们用BREW的这个工具呢来Install 好那我们要安装GIT 所以就GIT 然后呢他就去套件庫分析 然后呢并且开始下载 然后下载完之后进行安装 好那等一下各位看到我的这个下载跟安装呢 很快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比较短 那如果是第一次安装的呢 就会花一点点时间 那软体下载完才开始安装 好所以各位看他没有 经过很长的时间那就安装好了 好那我们安装完GIT之后 我各位可以打GIT 然后呢减减Virgin 好那你可以看到他的版本是2.33.0 2.33.0 就代表完成了 好那一样的我们要安装这个GCC 所以BREW install 然后GCC 一样的他会去套件库呢 这个寻找然后下载并且安装 好那很快的他也安装好了 因为同样的我在这个之前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现在操作其实我就是在展示 如果你是第一次学习这个东西 你可能要安装的一些工具 好那验证一下他是不是有安装好 GCC -Virgin 按Enter 好那你会看到他这边有告诉你说 他的这个路径在哪里 好那这样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 这个Visual Studio Code 各位呢也可以做 我从线网路上去找 How to install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Port Mac 那你可以查查看没有VieW的安装法 那这边有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 那这边有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 我可以去找来找来看看哦 上面是不是有教你怎么样 快速安装的一个方法 好那安装方式呢 这透过这边哦 各位有看到有一个用 Blade方式进行安装的 一样的你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到终端机这边 然后把它贴上 他就会去检查并且下载跟安装 他通过这个Blade的安装方式呢 他可以把套件管理的比较完整 那有的这个下载之后安装 他是下载之后解开 然后移到Application的目录底下去 那在那种安装法底下 你就会发现在 终端机界面底下去 执行Visual Studio Code 有时候会失败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页面 这边有一个参考资料 如果说你从这个终端机界面 你没办法直接打CODE 去把它开启起来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形式来做 这个方法呢 你就是把这一整段 CAD开始到EUF 这一整段抠起来 然后呢贴到终端机 然后按Enter 那他就会在这个 目录底下 主目录底下的Bash Profile 去新增这一段 这两行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呢 那你只要把终端机关掉 再重开 在终端机底下 直接打CODE 他就会 这个开启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安装好了 好 那这边呢 告诉我们已经有了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他就有了 那怎么样测试呢 你可以打CODE -VERGIN 好 那他这边会告诉你一个版本 那你如果说在终端机底下 你要执行他就CODE 他就会开启这个 VSCode 这就是他开启了之后的样子 好 那因为我之前就安装过 而且开启了某个目录 所以你会发现他有这个 檔案在 我们把这个 假设我把这个目录关掉 我现在没有开启任何的目录 好 那你下次再打CODE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 开启一个空的这个 VSCode 他不会有任何的目录可以开启 好 那你开启这个 因为我们要写C的这个层次 所以我们需要套件的资源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 Extension套件管理层次 这边点下去 然后呢 我们去找一个套件 叫做C C++ 斜线C++ 好 那就按Install 他就安装好 好那安装好之后呢 如果说你觉得字体太小 可以透过 底下有Setting 但是我们在编写程式的时候 希望这个字体可以大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边 你上面可以直接打 因为他参数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处理的对象 是这个Fond 然后你可以去调制 字体的大小跟字体的字集 比如说把这边改成20 稍微大一点 然后呢 还有终端机 这个终端机的字 我如果希望他大一点 就可以在这边改 改好就好了 他不需要存档 因为他改完 就等于存档 好所以这样子呢 就等于 完成了这个 安装的部分 好那我们 来讲到 这个第五个部分 Github建立一个Reposit 然后呢 Clone到Mac 本地端 最后写完程式再push到原段 好那我们在这边 哈 Sign in 登入到这个Github上 好那登入之后呢 我们来建立一个 这个Reposit 这个Reposit呢 我们可能就是 New一个 各位如果之前就有的话 你会有很大的一些 那在别的教学影片里面 有告诉各位怎么样去 申请一个Github的帐号 好那我们来New一下 好比如说我这是C Language 然后Mac 然后Demo 好那这个Description的部分 就看你还不要写 你自己写一些说明 然后再来选这个Private 然后这边Add a readme file这样 好那Readme file通常就是 你这个专案里面 要做哪一些事情的一些说明档 可以在这边增加一些内容 Github 一个No就是 如果说有一些东西 你不希望把它 Clone到 push到原端上去 那你可以透过 这个设定档 那这个设定档里面可以去 选择说你要用哪一种格式 哪一种我们叫做范本 比如说西语言里面有一些是 常用的这个套件 或者是其实它不需要 备份到Github上的 你就可以选择它 那它就可以节省你 不需要到这个云端上的资料量 好那再来你就create 建立这个Repository 好那这个Repository 建好之后呢 都会像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 你就是 直接用这个 连结 然后copy 好那我们假设呢 要把它clone到本地端 好那为了方便说明 我先建一个 临时的资料夹 然后我们到临时的资料夹里面 好那这里面是空的 没有其他的 这个 檔案或目录 所以我们就 打it clone 然后呢把刚刚的连结 贴上 按enter 然后这时候 他会问你密码 账号密码 所以你就打 然后密码 好 可是呢这边它出现了一个错误 support for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was removed on August 13 就是2021年8月13号之后呢 他已经把用密码的方式去认证的部分 已经取消掉了 所以请你使用 personal 个人的access token 去取代它 所以就是刚刚的密码呢 虽然你的密码是对的 可是他也不透过密码的方式来让你登录 去clone它 所以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好那就是到 你的github上面 然后往下拉有一个setting 好setting的时候 你往下拉拉拉拉拉拉到这边 有一个developer setting 这边点开 好那这边有几个 最底下这个personal access token 好那你就点这个personal access token 点了它之后呢 你在这边可以去generate一个新的token 好那这边呢你可以 把做一个备忘 自己比较好看这个token是做什么样的 好新 那我们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设定 好那我可以做一个好日期的选择 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截止 那你可以更长一点就是 都是只有你在用没有其他人 那就是no expiration 好像就不会有过期的问题 好那你scope要做什么 好那你可以自己去勾一下 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token 透过连结进来之后 他可以操作的工作有哪一些 好那基本上就是 你其实选这个request story 好就可以了 好那勾选完之后呢 你就generate token 产生一个这个token 然后你把这个token呢 复制起来 好那如果你不要用 你就旁边有个delete 按掉就可以了 那你复制完之后呢 就会回到这个 这边 那我们按键盘的向上键 然后再让他loan一次 好那这边一样输入我们自己的这个账号 那账号在哪里呢 如果你只记得你是用email 并没有用这个账号 那你可以到这个github上自己来看一下 这边就这个就是你的账号 所以如果说你不记得的话 你可以来这边再确认一下 所以我们输入账号 好输入完密码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刚复制的 再把它贴上 我们刚刚有复制那个token的部分 把它贴上 然后按enter 这时候呢 他就会告诉你我收到四个档案 好 好 已经完成了 好那我们 查看一下 的确我们刚刚repository的名字 已经出现在这里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cd到这个 目录底下去 然后呢code 点 那我们刚刚打code 是直接开启一个vscode Visual Studio Code 可是呢 他并没有开启任何目录 那在这边我们打code加点 点是代表现行目录 所以他会开启Visual Studio Code 的同时会把那个目录呢打开 进入到你现在所指定的位置 好 所以这样子呢 他就会开一个Visual Studio Code 出来 像这样子 那左边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檔案总管的地方 管理区 那folder 那你这边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呢我们来开 啊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 git ignore 的部分 这些呢就是会把它过滤掉 只要是属于这些打名的都不会上传 因为 像这个.ai 或者是这个.o 这种 那就.exe就是编译碗的档案 这个也没有必要转上去 所以就会被过滤掉 就不会一大堆杂七杂八的都上 都上去 好那我们在这边 资料夹的名字这边 我们刚刚讲的clanguage 这个的旁边 我们加一个什么 有一个new file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 建立一个 叫做demo1.c的档案 好那demo1.c档案开始 底下会有output 这个可以不用管它 我们要的是这个terminal 等一下我们再讲terminal 这边怎么用 好那我们来写第一个程式 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很简单的 好再来是int main 然后呢 括号void 大括号 然后printed 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是百分比s 然后让它换好 然后你要显示的内容就打在这边 好这时候把它存档 各位如果没有存档的时候 它会有个白色的点在这里 白色的点在这里 好所以如果说 改完之后 写好了 或者修改完了 那你就要file 这边有个save 好那比较简单的方式呢 比如说我有修改了 那你可以按键盘上的command加s 这是mac的电脑 所以command加s 那就存档了 这样比较快 然后接下来我们到底下的终端机这边 好那我们到底下的终端机这边 我们打gcc 然后程式档的名字叫demo1.7 然后我要输出一个编译后的档名 叫做demo1 这样子 好那它就开始编译 编译完之后呢 各位发现这边多了一个demo1 demo1的这个档案 那我们要执行它的做法呢 是点 点代表现行目录底下的 现行目录底下的demo1 这个档 按下去它就会执行 这代表你编译成功 而且成功执行 那这个跟微软的不太一样 微软就是直接打demo1就可以了 在mac或linux底下 它再多加一个点斜线 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怎么样我把我们写好的程式呢 不许到云端上去 好这是我们刚刚的 点开呢 这目前里面就是只有刚建立的那两个 并没有我们写程式的这个档案上来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点这个 放大镜底下有一个符号 这就是做这个版本管控的套件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 这边有一个changes changes 那这边有档案这边可以加 那因为如果档案很多的时候 你每一个都去按会很麻烦 所以你直接到changes这边按加号 它就全部都属于是要上 要这个 要不许上去的 好那接下来到你的这个sauce 这边 sauce control这里 这有个勾勾 打勾勾然后呢到中间这边 写commit 那commit的讯息就自己打 好那每次你是加了什么档案的部分呢 会打在commit的这个讯息里面 因为他这样才知道说你这一次的commit的原因是什么 好那一样是刚刚的sauce control 这边有一个三点三个点 那有的人呢他的这个边框 就是这个框框弄得太小 会找不到三个点在哪里 我就会看不到三个点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三个点 在勾勾统一列上面看不到三个点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边框稍微拉大一点 那就会出现 把这三个点点下来之后 它有一个push 那就点它 点它之后 它就push到云端上去 好那我们到云端上来重新整理看看 好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的这个commit上来 那各位有看到这边的说明 这边的说明就是指的就是什么 你刚刚commit的讯息上面的意思 好那这就是他的这个内容 demo one 那你写的这这一些东西这样子 你也可以这个看issue 他有一些后面有一些分析资料 那你可以去看哈这个大家的贡献 如果你今天是很多人呢一起参与的话 那每个人的贡献是怎么样可以从这边来 这个观看 好所以如果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些 这个程式码的部分 好那这样代表就已经是push成功 那以上呢是一些简单的介绍 怎么样在mac上面 顺利的把这个reperse story clone下来 clone下来之后怎么写程式编译 然后并且上传 好那有几个重点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要安装这个bray的套件管理程式 还有安装get gcc 最后是video studio code 好以上资料提供给各位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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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